我今天就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煮糯米饭的一个方法 非常好吃 这是我经常会煮的一道菜 那通常用到的材料其实很简单 最重要的两样材料就是香菇跟腊肠或者腊肉都可以 如果你有虾米的话你可以放一些干的虾米 就是提前用水泡发这样子 那这三样材料呢是必不可少的 我觉得没有这三样材料就缺少了香味 那蔬菜的话你可以任意加根筋类的蔬菜 像三色菜啊这是冷冻蔬菜 土豆丁啊都可以加进来 那糯米的话至少要提前一个小时泡发 或者隔夜泡都可以 那这些材料是全部可以通通一起下锅的 吃两杯糯米 隔夜浸泡或者提前一到两个小时浸泡 清洗两遍 洗好的糯米 放在一旁浸泡备用 然后开始准备其他材料 有干虾米 我们把提前泡发的香菇 土豆 还有三色菜都切成丁 香菇大概五朵 切碎 切丁 然后两根香肠 让它出一点油 这个时候锅底会有点油 也不容易粘 这个腊肠油还蛮多的 我放了两根 筋仔腊肠 对吧 是Costco的筋仔腊肠 放出好的油 我现在设定30分钟吧 然后我会倒入香菇 这个料理 然后我把肉做过 黄金的包装 让它给它煮好了 然后鸡蛋 就像鸡蛋 然后再煮到鸡蛋 来一下 鸡蛋 让它煮得了 鸡蛋 然后这边 鸡蛋 然后再煮一遍 鸡蛋 然后再煮一次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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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煮一次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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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菜你也可以晚一点加和现在加都可以 如果你想要比较漂亮一点 那么你就可以晚一点加 如果懒人做法就是全部一锅 倒进去就可以了 那调味道的话 我最后才会调一些蚝油 因为腊肠反正就有咸味了 然后开锅焖一下 然后呢 我就会转到最小火 你看 你可以烧开之后再转 我就会转到二档这样子 然后我刚刚设定是三十分钟对吧 大概十五分钟之后 你就可以开盖检查一下 然后稍微搅拌一下 看看米有没有熟透 或者看看你的水加的有没有多 或者有没有少 如果水太多过稀的话 你可以开大火 搅拌一下 如果水过少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加一点水 然后继续焖它个五分钟这样子 搅拌的时候 然后你不要死尽去搅拌 搅的那个饭就不成颗粒了 那你就是只是打松它 让它拌均匀 瘦肉均匀就可以了 我会在出锅前淋上一些蚝油调味 我没有放盐或者其他的调味料 之前你可以加一点油葱酥 我们的热情和糯米饭就做好了 真热的热情和糯米饭就做好了 鲜皮的糯米饭就做好了 A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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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啦 好